澳大利亞國防部長李查德·馬爾斯說 重要的是他們注意到有關的情況 他們正在對國防部內部監控的攝像鏡頭進行評估 澳大利亞政府將檢查在國防部辦公室使用的監控技術 在此之前有報導說 在這些辦公機構安裝的中國製造的攝像鏡頭 引起人擔心會有安全風險 馬爾斯說這是重大的問題 但他認為他們不應該將這個問題誇大 澳大利亞媒體星期三報導說 由於擔心間諜活動 坎培拉的國家戰爭紀念館 將移除安裝在管區內的幾個中國製造的安全攝像鏡頭 海康威士和戴華 暫時未有回覆路透社止評的要求